大家好 欢迎来到甜甜体蛋 本场比赛是由碎影沙对对日本一姐早天气大 双方第一季的比赛正式开打 早天气大我们并不陌生 目前是世界盘棉第五 对日本的女子盘棉第一 成名而称早天气大为日本一姐 在本场比赛之前早天气大还是非常的嚣张 扬言是要付出碎影沙 比赛如对方所要望 我们什么意思 这场比赛还是要打好开局 在气息大要压制住早天气大 早天气大已经获得了日本队 参加巴黎奥运会女子单打的资格 所以说早天气大也是我们在争惯过程中的 一个潜在对手 开局之后早天气大是2比1领先 四星沙正面直接吃了个街花球 比赛来到了1比3 我们看到早天气大又笑了 非常嚣张 四星沙开局有点背动 这场比赛还是让人意向不到 我们看到早天气大上来之后打得非常凶 看一下莎莎的发球 看一下莎莎的发球 上次 少点一先打正手过多 现场凡手失误 比赛来到了5米 关键 关键时刻的接发球 目前是大笔分落后 漂亮 打得还是非常的坚决 这场比赛 比赛来到了5比2 开场之后莎莎在比赛的激情上还没有调动出来 正手的进攻也没有发挥 好的 连锡两分 比赛来到了3比5 早天气大在自己的发球也是咕咕了两分 先上比赛之后 早天气大反手拧拉打得很凶 结果失误 哇 非常的精彩啊 最后时刻还是早天气大的失误 先上联军3分 好 早天气大也不简单啊 连锡打入四拥杀两半正手暴冲啊 比赛来到了4比5 第二个发球 哇 漂亮 连锡打真的是推了一个大斜线啊 角度很刁 爆冲一半之后 反手直接推了一个大斜线 完全是调动到最上 这场比赛早天气大真的是 上来之后就是火力全开啊 高宝发球 高宝发球 好球啊 水晶莎顶住 漂亮 这一球水晶莎打得太牛了 连锡挡住了早天气大疯狂的进攻 连锡三半正手的暴冲 都被水晶莎给防了下来 快点转正手 还给对手一把 直接把早天气大疯狂了 漂亮啊 看下这一球 哎呀 好球啊 水晶莎啊 水晶莎 沙沙头也不回啊 直接是走到了另一边 看下这一球啊 这边是花球 这个球 这个球 出力的非常的果断 乖炼地金球 轻松那一撮 神仙球 旁边的刘国梁啊 疯狂的鼓掌 比分来到了六平 震守 再来 哦 好强,7比6 上场反抗一分 莎莎也是越打越勇 这场比赛真的是打的最大精彩 可以说是外战之中 所以她遇到的最大的挑战 也是双方最高水平的一场对决 7比6 双方打到了关键分 这是一个双边桥 早天星达还是非常有礼貌 你这个叫Story 你看来到了7比7天 再看一下早天星达 这边还是一个高火花球 双边 双方也是打到了关键分 关键分 关键球 莎莎莎 我们看一下莎莎如何是 逆风攀盘 1比5落户 这个球摄影厂还是没有压住啊 还是一个高爆发球 这两个发球 这两个发球早点星达处理得很坚决啊 打得很凶 直接暴冲到摄影沙的反守位 7比9落后 好球 好球 莎莎莎也是通过拼发球 突然发了一个长球 然后两手正手的暴通啊 好球 打得非常聪明啊 关键时刻 特别是关键球 第二个发球 还是发了一个长球 漂亮 哎呀 连追2分 双方来到了9平 挡不住啊 根本挡不住 早点星达 双方在自己的发球能 都拿到了2分 摄影沙正手的失误 比分拿到了9比 哦 10比9 早点星达拿到了第一局比赛的局点 这个球摄影沙触到了网袋 还是一个高爆发球 哎呀 这球摄影沙没压住 这样比1比的比赛 现在是9比11 先丢一分 没关系啊 先让对方 袖张一把 啊 啊